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是说你是有做好几次实验 每次实验 你用每次实验的平均值 去算的这个Standard Error才有意义 好那这是什么意思 好那这是什么 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以前好像误会Standard Error 误会什么叫做标准误了 好我跟人说标准误是只有当 我今天我要去做 用来做估计的这个样本呢 它是可以逼近平均值累积的几率分布 所以你们注意到 它这边是写Standard Error of Mean 这个意思是说 它是由好几次测试的平均值 所构成的这个几率分布 或说取样分布 样本分布等等 它是 虽然说你们有没有看到统讯书经常会 两种名词并成 一种叫做什么那个样本分布 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平均值的样本分布 这两个不大一样 样本分布可以是 你像这样子 就是像 就是说 像现在就是这样子 你单纯的从一个母群中 你就直接抽大量的数值出来 构成一个逼近样母群的这个分布 这个算是母群分布的逼近分布 但是最常 特别是在很多行为科学 经常能够处理的几率分布 都是像这个样子 就是说是有好几次的试验 那以心理学的常用的研究说 是用好几个人 因为像你们现在也知道很多测验 很多实验 一个人绝对不会只有做 做什么 做一个题目或一次试验 绝对是要做个十几题 甚至上百题 才有可能 那其实我们都是拿 就是说 几十题的这个平均值 构成的这个平均值的样本分布 去逼近母群体 OK 好 那这个样本分布 跟母群体的差异 我再想 我看一下这本统计值 好 这就是 这才是中央极限定在说的事情 这边都有 就是这一节说的 任何数值都有样本分布 其实像他这边所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是一次做五个 我的这次作业 这其实就是根据这八点三 这个描述去把它做个改编出来的 然后这边是像是说有五个人 他像是这个如果说我今天有办法 因为这是GEMOBI的限制 如果说今天我是有办法教各位同学写程式码的话 我是可以 我在这边我会变成就是说 要各位写一段程式码可以制造出一万个平均值出来 注意到是一万个平均值 那他形成的分布可能是像这样 那你没有注意到他这样子的平均值跟母群的期望值还有一些差异 那这个是那个随机样本有可能会出现 但如果说你今天你是每一次试验是试验一百个人 这个样本分布他可能会是像这样 所以是变成这样 他就是十啦 你每一次的样本的那个样本数越大 他都会形成一个接近的常态分布 但是他的这个常态分布 期望值会跟母群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他的标准差 或者说变异数会跟那个每一个样本的这个sample size 成一个比例 所以sample size越大 平均值的抽样分布会越狭窄 那因为我就是说只能够 如果是因为是现在是用那个jamobi做 我最多的极限就是只能够带你们看到这里 那接下来用想用想象 但是如果是用用可以教你们写程式码的话 我是可以就是要你们去写一段程式码 把这两个图形 把这三个图形给做出来 那这样你会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实际上在那个接下来统计检定开始 我们会谈到的所谓的虚无假设或对立假设都是建立在 我们可以把那个我们想要去测试的虚无假设或对立假设设定为像这样的一个平均值的样本分布 OK那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缠 有没有注意到它是到这一节它才开始带出standard error这个词出来 只有在这个状况下才有计算这个standard error或者说那个sem的意义 这个很基础但是我相信很多就是说到了研究生 那个就算要真的要开始那个收集数字做研究 都还不知道这个sem跟这个母群变异数的差异是什么 好所以这个就是最后这一题就是带大家就是说再回顾 就是加强一下这个什么是sem的印象 OK 好啦 好所以我想这个差不多我想这录影大概也是差不多到这边可以告一段落 好 因为